大家晚安 我是婷玉 这水气是终于变小了 明后天的温度慢慢的回升当中 就来看到这雷达回坡图 现在水气是真的减少了 您看到只剩下在这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花莲北部有零星的飘雨机会 其他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 天气相对稳定 不过提醒您这周末还是有热带摇动 可能会通过旅宋岛 有没有机会发展成台风 进一步为您观察了 但说到未来天气呢 明天后天实在是显著回温 明后天高温都可以来到二十几度 提醒着北部东班部的朋友 好好把握 适合洗衣服 晒衣服了 但到了周末 到时候温度又会再溜滑梯 中南部部分围热 各地早晚留意日夜温差了 明天各地天气带您关心 北部地区明天这降雨是明显趋缓了 但留意低温二十度 中部地区多云到晴 南部地区同样多云 留意日夜温差 但明天在东部地区还有零星的飘雨机会 离到地区不会下雨 但是留意低温 毕竟大家明天天气是显著回温了 北部观众好好把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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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回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